没见过这么睿智的男主 怀疑有人出卖自己 竟没有经过任何调查 就直接找到当事人询问 你们怀疑是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宋大人 可是我不知道如何解释 你不知道如何解释 可方骏这个人精可是相当懂 他马上开始胡编乱造 我从驿庄出来的时候 我发觉好像有人跟踪 可是我到处看过之后 没什么发现 宋慈不仅没提出疑问 反而帮他把这段谎 原了下去 方骏就这样洗清了自己的嫌疑 这倒不是宋慈智商不够 而是方骏平时表现得太过人意 完全不像是那种人 才刚出了衙门 涅捕头就带着宋慈来到河边 原来是在河中发现了一具尸体 只不过已经腐烂发臭 新来的武作甚至不敢验尸 宋慈只能亲自动手 却不小心把手划破了 这下麻烦大了 宋慈身上变得奇痒无比 大夫甚至都没把脉 就判断他中了尸毒 而且尸毒从手上的伤口入体 想要治好几乎是不可能了 大夫也无能为力 另一边蓝家彻底破产 而蓝彩蝶因为欠下了巨额债务 被很多商贩堵在衙门 方骏作为他的夫君 被众人狠狠骂了一顿 蓝彩蝶不仅没有悔意 反而说他窝囊 要是当初我知道你这么窝囊的话 我就不会选你 我会选宋慈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方骏的心 他来到宋慈家中时 发现村民们拿着各种补品探望 两人同样都是官 差距却如此巨大 而自己曾经的恋人聂锋 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宋慈 见状方骏再也待不下去了 极度的种子在他心中疯狂滋生 晚上聂锋给宋慈做了一顿糯米汤圆 宋慈却发现聂锋也被传染了尸毒 但奇怪的是被糯米粉粘过的浓包 比其他地方小了很多 难道糯米粉能够治尸毒? 于是宋慈就开始用糯米粉泡澡 泡了一天一夜之后 浓包果然小了很多 爱情的种子也在两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可狗血的事情即将发生 这天聂锋正在给宋慈按摩 按着按着就开始打情骂俏 被唐思撞了个正着 如果我再晚一点回来 看来可能会喝到你和聂锋的喜酒 宋慈解释说他只是在给自己按摩而已 但傻子都能看出来不对 那天我们每人拿着一块玉佩 我说我一定会回来 一回来就看到你们这样 宋慈也不再扭捏 质问他为什么回京之后就音讯全无 可唐思却说自己写了五六封信 也没等来宋慈的回信 两人这才察觉到有问题 应该是康王妃把信拦截了 宋慈接着又说出亲眼看到 唐思和蒙古王子 在一起亲密的样子 可他根本不知道 唐思从未对蒙古王子动情 两人之间仅仅是兄弟情义 而且蒙古王子也已经有了一中原 于是两人决定一起去找皇上 请求他收回成命 唐思甚至不惜冒着被罚的威胁 把刺婚诏书拦了下来 见到皇上之后 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康王妃搞的鬼 可是康王妃跟朕说 你和四王子情投意合呀 石王爷在一旁帮枪 皇上这才收回成命 唐思便立马离开京城 来到桃园镇和宋慈再续前缘 没想到他却已经和自己的闺蜜 灭封在一起了 一个小小的误会 让两人的感情分崩离析 这都可饬着